金融市三美国小校长陈建文特别说明 包含新设人行道在内的校园道路改善计划 因为目前仍有学生上下学会与车针道 安全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往港都或是往美的世界的 那个社区的那个部分的孩子 走路的时候会有部分的区段 是必须要走在马路上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局部断点的部分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连接到现有的人行步道上 那这样子孩子回到美的世界的那个区段 也会能够比较顺利的安全 根据金融市警察局方面的统计 从去年1月到现在 包括南农国小 新议国小 深美国小及七土国小周边 都曾发生行人事故 为了维护学生上下学安全 在立法院蔡世英协助争取下 金融市政府在5月向内政部应届署 申请校园道路改善计划补助 共计8个学校7个计划 总经费净1元预计两周内核定 这边的同学步道改善 这个是我们部长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也是行政院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 那目前今年度行政院有专案的计划 在补助各地方政府 赶快去针对校园周边改善来提案 那校园周边改善的理想 其实应该是说 校园周边大概300公尺到500公尺范围之内 都能够串联到校园 这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那目前大概就是从学校门口左右两边开始施作 然后希望能够往社区里面去推动 目前基隆在5月份有跟署里面申请8个学校7个计划 那这些计划我们在陆续审议中 那预定应该是在最近两个礼拜之内会发核定的公文 对于蔡世英协助基隆市推动校园周边通学步道改善 市议员非常肯定 有呼吁基隆市政府能提出更多校园道路改善计划 维护所有学生安全 基隆市的小学还有国中总共还有高中 大概有50几所 那其实才提8个学校 其实有点少 我是希望基隆市政府能把所有的学校都提上去 让内政部引荐署来审核 感谢委员在我们基隆市有在推这个通学步道 这通学步道对这些小学生跟接送的家长都非常的重要 不然小朋友有时候很无知 或者是捡一颗球就到马路上了 那以委员的争取呢 希望每个孩童都能平平安安 然后快快乐乐的长大 除了通学步道改善 蔡世英强调 其实校园周边还有一些计划可以扩充 包含电感下地 私人土地配合人行道退缩等 建议基隆市政府在规划时 能一并纳入建构更为安全的行走空间 民建署的态度很清楚 只要是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有能力 在这个周遭可以把校园安全通行步道都匡列进去的部分 民建署会列为支持这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有办法能够沟通 民间私有的土地也能做配合的话 那我们的一建署也是乐观其成 那第三个有特别民众提到 立场提到的就是说 那地方上如果有电感下地 能不能一并来推动处理 那一建署也在理到说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他们在预算里面能够来补助 那我相信对于基隆市来讲 这在几个部分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那这个接纵是我目前的对话是以家长 对于基隆市来讲